好 耳朵呢 太晕过去了 我多次了两针 保管他三天都醒不过了 真狠 相伟教得好 传家 传家 麻烦把我们送到堆安 越快越好 快了 秦王 你叫我呀 秦王殿下好祭祀啊 这不是将计就计吗 那日看到桃子给长二的药单 就有所怀疑 果不其然 你们不仅通过药铺联系上了崔家军 还故意演了一出好戏 为它就是让长二真的以为桃子为我美严 而你也真的被说动了 就是为了设一场宴 辞运我以便逃脱 所以你早就知道了 就一直看着我们做戏 我这不是了解你吗 不然你试着桃一次 你怎么会甘心呢 好了 现在就带你们回到你们的住处 走喽 大都督 前往崔家军中的侍杰 被崔乙抽了一顿鞭子 逐了回来 崔乙这个脾气啊 倒是一点都没有改 崔家军的前锋 已经到了前锋 九曲口 看样子是想渡河 若崔乙渡河 与李逆联手 何为夹击西长经 经中又人心动荡 只怕与大局有碍 大都督 咱们要不要趁他渡河 终留机制 崔乙素来老辣 他若是敢从九曲口渡河 是必要想到那里河滩水浅 渡河意 伏计也不难 不对 他是不会从九曲口渡河的 八成是虚黄一枪 崔乙的儿子 不是被人劫杀了吗 我看他此番 未必是送着咱们西长丁来的 放到渡河 大都督 若崔家军渡河之后 于李逆 放到渡河 他若是敢火中取栗 来供我们西长经 那我就跟他决一死战